Hello, do you remember me? I am your long-lost panda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等我一起来听听别人走过的道路 走出您自己的美国之路 大家好,我是Michelle 欢迎来到这里听我讲述美国故事 下面我想把话题稍微转一下 因为我知道设计思维 咱们刚才讲的其实都是 不管是在学校、在企业、在工作 的场景等等的使用 其实设计思维的话 还有一点就是它也能够 来设计我们自己的人生道路 那这上面还有一个专门的名词 对吧,人生设计 我也知道您在人生设计上面 也有开设课程 也是带领出来了很多的学员 能不能在这个角度上 也给我们讲一下 这个设计思维怎么就能够放在 去设计我们的人生呢 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事情 是怎么去把它跟这个人生的道路 去联系起来的 如果说到这个我们还得 从人生设计课的起源 它也是起源于斯坦福大学 那么这个人生设计课的 两名创始人老师 就是创造了这门课的两位老师 他们也是设计思维的高手 那然后他们其实曾经都在苹果公司工作过 跟乔布斯共事 做了很多的这个产品方面的 这个设计和开发 他们为什么会想到 要去创造这样一门课程呢 他们发现在教书教学的过程 因为他们后来分别在 斯坦布和伯克里教书 教学 发现说这些学校的学生们 理论上讲应该是精英 他们是天之骄子 然后他们那个本身特别优秀 然后毕业之后呢 也都是从事着非常好的工作 拿着好的工资 住着好的房子 被别人羡慕的 做着别人羡慕的职位 但是这些人 他们理应的幸福感 并不一定会有 他们像我们这些人一样 很多人会迷茫焦虑恐慌 不知所措 他说我们的设计思维这么好用 我们能不能用来设计人生呢 所以他们就是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呢 就真的用设计思维的方法 设计出来了一套 可以把我们的人生当产品 然后把它来进行设计的 这样的一个系统的方法和课程 那这个课程已经在斯坦福大学 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已经成为斯坦福大学 最受欢迎的选修课 就是你是如果是在斯坦福大学 读书也未必一定会被选中 去学这门课 对太受欢迎了 所以这个报名都不一定能报得上 对对是的 那后来这两位老师呢 他们又做了这个全球的人生设计教练 所以我也是他们认证的人生设计教练之一 那其实我也是在那个之前和之后呢 做了很多的教学尝试 因为当时一开始也是读了他们的那个本书 就是斯坦福大学人生设计课的这本书 还是当时还是英文版 还没有中译本 我就非常喜欢 然后就拿着里边的这个书呢 就开始去在课堂上尝试 甚至一开始尝试 学生们都不懂我在说什么 又是失败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正是因为自己的这种着迷 就是就会被他吸引 然后就不断的去理解和迭代 然后真的发现说它是那个非常非常好用的一套方法和工具 那么为什么好用 其实最近我们也在探讨这个问题 有的人没有学过 没有体验过 就像你体验过设计思维 你会理解会发生什么 但是对于没有体验的人 有的时候把这个体验感讲出来 他不理解 就是他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 但是用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 就是说什么呢 因为我们平时自己遇到很多难题的时候 不管是工作 还是自己生活 还是家庭 我们经常就是在原地打转 有的时候一段时间在里边打转 有的时候几年在里边打转 甚至十几年 换个地方还在里边打转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可能没有找到真正的根源 没有办法跳出自己的那个 怪圈 那在我们的设计思维里 会告诉你为什么给牵绊住了 其实我们就会给大家 这个两个概念 重力问题和锚定问题 实际上重力问题 就改变不了的问题 你控制不了 然后你还天天纠结 这是第一 第二呢 锚定问题呢 就是说你认为说你做不到了 你就不去做了 我认为我搬到线上做不到 我就不去做了 这是类似这种 你被这样两个问题牢牢地给牵绊住 牢牢地捆住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跳出这个坑的 对吧 所以我们会帮大家把这个牵绊里的这个问题去掉 然后呢 再用一系列的这个步骤 一步一步把能量提升 然后自己就搭了个梯子 就坑里爬出来了 然后还可以去攀登更高的高峰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 当然在先是 你这个比喻让我想到的是 先是解放思想 对吧 把思想上的枷锁给打破掉 然后的话呢 有这些方法 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引导 然后就可以自己去找出自己的答案来 能够看到新的完全不同的视角去看事情 最后就会有一个新的人生或者前程 可能就慢慢展现到自己眼前了 是的 而且这个呢 其实是和前面的人生设计 其实跟它密切相关的 因为在我们自己去解决 外部世界的难题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 当我们总是陷入到 外部世界的困局和怪圈里 实际是我们自己 没有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对吧 只有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外部 就是各方面的这个事业的理顺啊 包括成功啊 包括家庭的关系啊 其实各方面就慢慢慢慢理顺了 那您的人生设计课 现在在国内有开过多少次 有什么学员 他们的人生发生的变化吗 哎呀特别多 我们其实从在1617年 就已经开始在做 那个时候也是一开始 是做的是线下的工作坊 那么后来 因为我不能经常在中美两地 经常去回到线下去给他们做 后来我们在19年就做了很多的尝试 就开始做翻到线上 这个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因为就是说到现在 那个斯坦福大学这两位老师 他们也不会做线上 他们的所有的形式都是基于线下的 所以在我们这个 搬到线上的过程中 实际上也是在不断地摸索 做了很多的改进 那么确实看到这个学员 特别是那些跟着我们走 时间比较久的学员 他的这个变化还是非常感人的 我可以给你给你举好几个 这个我们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案例 就近期的来讲 我们正好在疫情期间吧 我们在硅谷又开了这个硅谷的人生设计课 当时有一个学员呢 他是从中国 他正好到那个加拿大去办事情 但是由于疫情呢 他就被卡在了加拿大 没有办法那个动了 然后包括他自己的这个家里 包括他自己的生意 也遇到了很大的一个难题 就是自己的人生的黑森林 和这个巨大的黑天鹅事件 更好重择在一起 那么真的是机缘 那个时候正好 我人生设计课开课 我说你赶紧来学 这就是给你开的 然后他就来学 然后真的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就是让他在一个 非常孤立无援的那个情况下 就是一个人隔在那个地方 很无助的情况下 就是在黑暗中 一点一点看到光亮 然后呢 就在这里一点一点的 明白了自己的使命和天赋 包括把自己的这个人生道路 设计出来之后呢 他就积极地去寻找新的方向 然后他现在也找到了 自己的一个定位 就是每天他人被卡在加拿大了 但他这个新的事业的小事 做得风生水起的 就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 所以他还经常说 要是如果当时没有遇到 这个人生设计课 会发生什么 还不一定 非常棒 这个案例的话 让我们看到 人生设计这堂课 给一个人在转折点 带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让他看到下面的这一步 或者下面的一个未来 是有的可能性吧 我知道您在国内 也做了很多的 往事线下线上的课程 那国内的学员们 学了这个课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 其他的您觉得比较触动 你的心的这种变化 或者是这种故事呢 请再跟我们分享几个 对 你要有时间 我讲一天一夜讲不完 因为太多了 那这里边我们有一个学员 他的经历其实跟我也有点像 他以前也是做理工科的 也是一个博士 但是在这个科研里边 就是一个是觉得自己 这个不是自己的真爱 另外一个 他可能觉得处理不好 这个跟强势主管的关系 所以在两年前 他自己也出来进行探索 两三年吧 那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呢 反正有机缘 正好我们遇到了 所以他就跟着我一直学习 我到哪开课 他都跟着学习 然后在这个学习 人生设计课的过程 就是一期一期的学 不间断的学 因为每一期 他学习的提升 都会从不同的点被打通 在学习的过程中 他发现了 他自己的卡点 是在于说 小的时候呢 就是被打上听话的标签 这个家里都是 姐姐来管 爸妈妈妈亲们不管 但是姐姐呢 两个姐姐就是说 你叫听话 于是他就养成了 这个听话的习惯 那么不是说听话不好 但是听话呢 他就是不去思考 就不会有自己的想法 那以前也许这种情况还好 那这样一直长到三十几岁 也成家了 也有孩子了 也在工作中 承担一定的责任的时候 就发现说 需要想法的时候 没有想法 害怕矛盾 害怕冲突 不敢去撑起来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 他遇到的卡点 当然他 当他意识到这个问题 而且找到这个根源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他就会有意识地去 修复和调整 对吧 那在这个过程中 他慢慢地看到 自己的这个床上 一点点修复 而且主动地去尝试 积极地去在我们的工作 在我们的课程里 承担小组长 承担助教 承担小导师 就是一点一点地去成长 把自己呢 越来越变得更有力量 那么这个时候 就是当疫情发生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 很多的企业 很多的业务都发生了 被归零了嘛 那他们自己家的 这个收入也受到重创 就是相当于自己家 就是被归零 这种 那他太太呢 就是当时就有点撑不住了 就是受的打击很大 其实是很危机的一种情况 那对于他来说呢 他说如果在以前 我是根本撑不起来的 我可能自己就垮掉了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外部和内部 发生这么重大的重创的时候 他自己第一挺住了 然后第二呢 他还帮助太太去修复 他因为知道说 这个外部的事件 它只是个导火索 就是说明我们原来内部 就是有问题 有漏洞 只不过是没有补上 但是以前显现不出来 但出现问题显现出来的话 是我们来修复自己的一个好时机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 他第一没有垮掉 第二他还可以有能力 去帮助太太修复 第三呢 他在这个时候呢 勇敢地承担起家庭责任之后呢 他还把他自己创造的理想工作实现了 他刚刚被一个国内一个非常前沿的一个大学 就是去应聘他们的创新实验室的管理老师 他就成功地应聘了 所以呢 就是说他相当于 对 相当于他也就是重新支撑起来了 这个面临着这个破碎的一个家号 那还不单单如此 因为这个大学呢 因为他在教育很 创新走很前沿 所以他们在推行这个新功课的教育 新功课呢 当时他来问我说 新功课是什么 我说新功课简单来讲 就是功课加设计思维 对吧 因为很多的教育 现在我们的教育就是说 一个专业 它不能只局限于自己专业的知识 你还有这种创新的意识 创新的方法 那其实国内的很多的高校在探索的时候 也不知道 没有个抓手 不知道怎么做 但是如果你有了设计思维的这个思想和方法 这个抓手一结合的话 一切就很清晰了 对吧 所以我就跟他讲 那你这么多年 因为他学了设计思维 学了人生设计 又是思维导图的这个专家 我说你的这些技能 再和你做功课的这个本专业的结合 然后再去回到你这个学校 做新功课的创新 我说这个你导师捡到宝了 对 所以他也很开心 就是一个是在这种情况下 修复了自己 拯救了全家 另外呢 他实际是创造并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工作 因为我们在人生设计里 会创造一个理想工作 有的时候可能是 大家觉得说 这种理想它能实现吗 但是其实你只要沿着这个方向一直走 你就可以实现 那么现在这个工作对于他来讲 其实他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说 拿工资 然后平直撑 不是这样的一个职位 而是说可以融合他自己的热情 兴趣 能力 天赋 然后又可以让这个学生 让这个愿力 就是让这个学校受益 这样的一个真正的理想工作 所以他听到他讲的这些 我也很开心 这是个真的是一个不断打怪升级的过程 如果你只看我第一期学完了 我有什么收获 你不在一个历史的人生的场合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有时候很难想象 它会是这样的 对 也就是说你刚才讲的 它不见得说是你学完了这门课 你立马就换了工作 或者说立马就去做自己理想的事情 对吧 它是帮助你首先打破了你原来固有的这个枷锁 然后呢你有新的想法 你设计出来 但是呢这个一步一步的实现 是要花一些时间 而且是要付出努力的 不是光想象就能够把它实现的 非常棒 是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